那一名来自东欧国家的男子 由于国家政变的关系 让他没有办法回国 只能滞留在美国纽约机场 而被困在机场长达九个月之后 男子终于可以回国了 那故事呢也以完美的结局画下句点 刚刚提到这个是好莱坞在2004年推出的电影 The Terminal幸福终点站里头的情节 而类似的故事情节也真实的在五国上演了 不过现实版的这名主角 下场跟电影就大不相同了 剪头发 贴毒 但羊头玩偶散步 这一张张的日常生活道没错 地点就在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 这名来自叙利亚的男子哈山 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 就一直逗留在我国机场 你看他做运动还做出了一身汗 悠闲自在得很 而在我国机场非法逗留的哈山 在推特上也拥有超过16000多名的追踪者 有时还会发布影片和相关组织呛声 完全没在怕 不过好日子还是来到了尽头 五国警方昨天逮捕了哈山协助调查 而移民局总监穆斯达法 今天在移民局总部出席活动后 也向媒体透露 哈山他不是不能回国 而是选择不要回国 而他在机场逗留的过境区属于禁区 加上他出阁的举动也让我国很丢脸 执法单位逮捕他是合情合理 穆斯达法表示 在警方结束调查之后 移民局将会接管哈山 并会与叙利亚大使馆协商 看什么时候能够把他驱逐回国 而穆斯达法也提醒大众 凡是有人没有根据行程暗时登机 而选择逗留在机场的禁区内 执法单位都会采取行动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